我们确实有很多朋友愿意去选择二手车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市场当中 三年保值率排名前十的紧凑型 加油轿车 首先第一款车型是本田思域 思域这台车呢 它在目前市场当中卖的也确实是属于非常不错 十一列的车型在外观颜值方面表现也是较为可观 只不过呢它有两款低功率版本车型 只有129匹马力 这让我们很多朋友比较讨厌 如果去选择182匹马力车型的话 价格方面又更高了一些 本田思域它的三年平均保值率大概是在68.4% 不过不得不说思域在市场当中保值率还是很高的 排名第二的车型是仪器丰田卡罗拉 如今丰田卡罗拉它的全球累计轿量都已经突破了5000万辆 不得不说在全球范围内 很多朋友对于卡罗拉的信任度还是比较高的 丰田卡罗拉它的三年保值率能够达到64% 这个保值率在市场当中还是属于非常高的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他们愿意花这个钱去买这款车 排名第三的是东风日产七达 七达它是一款两箱版本车型 不过不得不说这款车型它的配置方面确实是不高 优惠方面比较中规中矩 大概是1万到1.7万这样的一个优惠区间 七达三年保值率是在63.32%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款车在市场当中保值率这么高 可能很多朋友就喜欢这款车作为一款家用代步的使用车吧 不过两箱保美车型后备箱还是挺大的 排名第四的车型是本田的风范 风范这款车在现在来说已经停产了 所以说这款车说出来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意义 毕竟新车已经买不到了 只能买二手车 而且已经停产大概是接近于三年了 风范的保值率达到62.28% 排名第五的车型是长安马自达的轿车 马自达三安克赛拉 这款车它确实在外观颜值方面非常漂亮 也是比较类似于老马六的一种设计风格 有着很强的一个操控性能 它的三年保值率能够达到61.34% 马自达系列车车型在操控性能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马自达三它的后排空间 像我这种身高的话 我觉得有点偏小 排名第四的是本田的零派 这款车可以说是一款A加级别车型 也是本田主打性价比的一款车 车比较大 空间性能方面也是较为不错 三年保值率60.74% 对于这样的一款车型来说 它的保值率已经是属于比较偏高的了 而且它在市场当中 销入成绩还都比较好 排名第七的车型是广汽丰田雷灵 雷灵这台车 它的三年保值率是在60.11% 其实有点偏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雷灵与卡罗拉 它们其实就是一款车型 只不过是非因为两个店在卖而已 但是不得不说 它的燃油经济性还是较为可观的 排名第八的车型是大众的高尔夫 大家都知道 大众高尔夫是全新的大众MQB平台 达到出来一款车型 整个的设计方面其实还是非常年轻的 这款车呢 它的三年保值率还能够达到60.06% 不过在市场当中我发现选择当中高尔夫的大多都是1.4T动力的顶配版本车型 因为顶配版本车型落地的话也达到16万17万的程度了 排名第八的车型是本田的敬锐 其实这台车对于我来说也是较为陌生 因为呢这款车型我也是很多年没有看到了 早都已经停产了 在各大车展各大赛店基本上是看不到这款车型的 但是不得不说它的保值率还是较好的能够排在第九名达到59.69% 第十名的是我们国产自主品牌 终于轮到我们国产自主品牌了 领克03 领克03整个的外观颜值其实还是非常帅气的 高配版本车型还有赛道版本车型 加入了沃尔沃技术的2.07涡轮自家放动机 还有四角版本车型 整个的动力还是非常出彩的 但有很多朋友愿意去选择低排量的车型 领克03它的保值率也是达到了59.33% 相对来说其实也算得上是比较出彩的一款车型了 颜值比较高 保值率比较高 也有很多朋友愿意去选择这款车型 以上我们所说的这十款车型 就是在目前三年保值率最高的十款车型了 相对来说合资品面确实比较多 国产自主品面就略为偏弱一些 其实国产自主品面也算是比较OK的了 只不过前期的一些老款车型 15年之前的这些车型 确实有很多小问题方面还有待提升 在近两年呢 国产自主品牌车型 有很多品质品控配置方面提升是非常多的 在15万内选择家用车的话 其实国产车基本上不会让你失望的 只不过我们很多朋友还是觉得合资车 一定好 当然了不一定啊 看个人的喜欢用车需求了 买车嘛 一定要符合自己的需求 如果不符合自己的用车需求的话 那么再高的保值率 再好的销量又有什么用呢